胡同的由来 胡同的由来有四种说法 一 水井 发音演变 二 元朝时遗留的名称 三 胡人大同的简化版 四 胡是古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自称 童通通 简单理解就是胡人的通道 胡同 也叫理论 像弄像 是指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之间的 比较小的街道 一直通向居民区的内部 根据道路通达情况 胡同分为死胡同和活胡同 前者只有一个开口 末端深入居民区 并且在其内部中断 而后者则沟通两条或者更多的主干街道 北京的胡同有上千条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的元朝 明朝 清朝三个朝代 其中的大多数形成于13世纪的元朝 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 宽度一般不超过九米